简安乡第五座乡亲农园就在郁金香公园 这是乡长游淑珍向地主争取无偿六年使用 全新打造的公园 并且利用其中一部分当作是乡亲农园开放给民众来认养 第一阶段认养完毕了 后续还会有第二阶段认养作业 简长游淑珍也请认养的民众能够善尽管理维护 让简安乡的环境更美好 简安乡第五座乡亲农园就在郁金香公园 这是乡长游淑珍向地主争取无偿六年使用 全新打造的公园 并且利用一部分来当作乡亲农园开放给民众认养 孙上任后第五个快乐农园就在郁金香公园里 167个锡在第一次全部认养完成以外 后续还有乡亲继续的在做登记备位 但是大家不用担心 因为郁金香公园3.8甲要属于我们所有的乡亲 谢谢蔡董市场无偿的使用给吉安乡六年的时间 我们希望草坪绿地生态农园以及快乐乐火的亲子园地 未来会呈现给所有的乡亲 希望大家来到郁金香公园不只是种植还可以享受亲情的快乐 以及我们也特别安排了乐自慈祭十字中心的老大人可以来这里种植乐火 所以我们相信这个地方未来都是属于所有的乡亲所共享共有的 欢迎大家一起来吉安 郁金香公园 郁金香公园种植区由乡长游淑珍代表会主席秋美云 副主席黄金八还有各界贵宾共同来接牌 大家也一起走进田里 产土种菜非常愉悦 郁金香公园种植区第一阶段已经任养完毕 后续还会有第二阶段的开放任养 乡长游淑珍也请任养的民众要善尽管理维护 让吉安香的环境可以更美好 这里会吉安香报导